我是谷阿默 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蜘蛛头监狱 牙齿白是魔王监狱的一名囚犯 这个监狱很特别 大家每天会轮流被叫来这个实验房坐在沙发上 沙发前方有一面玻璃窗 窗户对面 是指挥室 典狱长跟助手坐在里面 他们会问实验房里的囚犯是否同意注射药测试的药物 譬如今天测的是使用后会一直笑的快乐水 只有当囚犯说我同意 这时预防才会进行注射 而答应做这些人体实验的好处 就是犯人在监狱里能享有人权 可以自由行动衣食无缺 这个魔王监狱位于海上孤岛 没网路没电话 被囚传和狱警送过来后很难逃走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没发生过有人逃狱的状况 被送来的犯人 也都是自愿来的还能获得减刑 一来实验房会在你的尾椎处 装上一个药物盒 盒中差有不同的测试药物 然后只有典狱长的手机可以控制要注射哪一种药物 譬如他现在带着手下和囚犯男主角到监狱后山 在这边测试新药爱的高潮 同意注射后 男主角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爽感 眼前的一切 看在他眼中也变成了美好的事物 工厂的烟 看起来都像美丽的云 这药还有一种效果 如果使用者眼前有异性 那这两人会彼此产生爱意 然后完全忍不住和对方打炮的冲动 现场就坐了起来 像此时男主角跟另一名女犯人小碎片在实验房里 就都同意注射爱的高潮 所以在那疯狂黑手 几天后男主角一早被喊来指挥室 典狱长说实验房里的两个囚犯 小碎片和老阿姨 都在使用爱的高潮后 跟你发生过关系 我们想知道 药效过后 你是否有对他们产生特殊的情感 现在请你从他们两人之中 选一个来测试 崩溃大补完 这药男主角测过一次 会让人变得很恐慌 很害怕 很想死 很可怕 很残忍啊 所以他拒绝对任何人使用这个药物 之后典狱长又对男主角提出两次可怕的测试 一次是要他跟死刑犯暴局哥 一起在实验房中 使用爱的高潮 这他完全不同意 还有一次 是典狱长找他来指挥房 要他同意 对小碎片 使用崩溃大补完 他原本还是拒绝的 但典狱长威胁他 来这边最好就乖乖配合做实验 否则的话就取消你所有福利 男主角听了才勉强同意 结果小碎片注射崩溃大补完后 情绪整个崩溃 在那乱吼乱叫乱冲撞 最后捡起撞碎的桌板小碎片 刺了脖子了结生命 想结束痛苦 典狱长跟助手 判闹出人命 吓得跑进去看 还紧张的说有人死的话 会害他们被停业 得清掉证据啊 男主角被留在指挥室 看见典狱长离开时 掉了把钥匙就捡起来 打开一个典狱长刚离开前 特别上锁的抽屉 发现里面有个笔记本 笔记中有两个线索 一个是大家有测试过的药物名字 其实都是典狱长随便乱想的 表示他根本不在意这些药啊 另一个是笔记本中 夹着魔王制药公司的名片 之后男主角 把笔记本跟钥匙放回原位 让赶回来的典狱长 以为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晚男主角找了监狱里 互相喜欢的另一名犯人 女主角来聊心事 聊他们到底为什么 总是会配合预方 一直说同意注射药物呢 男主角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以下画面 就他可能是因为酒驾在哥们和女友 结果出车祸 过失害死他俩 所以来坐牢后 才会想透过注射药物 伤害自己的身体当赎罪 聊一聊男女主角 就刚才烈火了起来 而这一切都被监视器拍下 典狱长自然就知道了这事 隔天就把男主角找来指挥室 要他同意 对实验房里的女主角 使用崩溃大补丸 但男主角坚决不同意 还想说是搞屁啊 昨晚才做完 今天就被找来 要他伤害自己爱的人 感觉这一定有阴谋 他拒绝后 被赶回自己的牢房 然后他决定 趁典狱长的助手 来帮他补充药物合理的药物时 先跟助手摊牌 他才这里根本不是监狱 而是一间制药公司 典狱长就是老板 假装拿他们再测试一些 看似人畜无害的药 实际上伪追药物合理 一直有一款红色药水 没被测试过 典狱长的笔记里 也都没有提过这东西 你们都说 这药水是一种安定心神的保健药水 他应该是在放屁吧 你别再陪他做这些 可能会违法的事了 我报警抓你哦 跟你说 或是你跟我讲实话 然后你去报警 当污点证人吧 隔天典狱长再次把男主角找来指挥室 要他同意 对女主角使用崩溃大补丸 甚至为了说服他同意 就讲出女主角也是个杀人犯 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种坏人让他试一下 崩溃大补丸又不会怎样 女主角在实验房听了 就难过的解释自己 只是意外把孩子留在车上导致被闷死 他也很自责 所以他说干脆 就给他用崩溃大补丸吧 让他痛苦以此来赎罪 典狱长听了 就把控制药物的手机 交给男主角 底下画面摊牌表示 你的助手被我说服去报警 正在带警察回来 今天才会跟你请假没出席 他还帮我掉包了药物盒 现在手机控制的药物盒 不是女主角的是你的 你也有装药物盒 对自己做药物实验对吧 女助手还跟我说红色药水 其实是一种听话药 你每天一直问我们 同不同意都是在测试 能不能引导我们听你的话 做你想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才总是会一直说同意 也是因为被你长期注射这个药 所以全监狱 才从来不会有人暴动 因为大家不自觉就是会乖乖听你话 我现在也要给你注射听话药 你最好讲清楚你到底在干嘛 接着典狱长才解释说 他从小被父母抛弃 却努力读书力争上游 就想发明听话药 创造理想世界 让大人听话不再抛弃孩子 让人开车听话不再酒驾 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因为听话药研发失败 很明显无法做到百分百让人听话 他多次测试引导 都没办法让男主角做出完全不想做的事 譬如伤害人 或是跟死刑犯使用爱的高潮 好最后就是大战典狱长掏出防身小刀 试着抢回药物控制手机 男主角拼命反抗 打坏了典狱长尾追的药物盒 典狱长看状况不对 转身逃跑去开小飞机 想趁警方来前远走高飞 但因为药物盒坏掉 里面大量爱的高潮跑进他身体里 导致他看到的一切 都变成美好的事物 大三也看成了夕阳 他一边欣赏一边撞上去就爆炸挂了 男女主角则是其实早就刑满 被骗来关在这而已 他们开着船离开这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 可能是在用男女主角表达 车子真的要谨慎使用啊 是吧 可可